下午四点钟现身中选会领表 科门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在蓝白和僵石之际举手拉弓 同一时间国民党内越来越多人把矛头指向他 大家都想要气饱到最后就不会成功了 宋淑儀先生曾经讲过一句名言 叫做人在做天在看 希望他现在有了新的老板之后 也能想想看过去的长官 教导他的很多做人重要的道理 那说的话明天也可以否定 本来这样的个性是不适合做国家领袖的 可是现在我对他这种个性还抱一点期望 希望他明天又变了 要说我可以合作了 眼看登记就要截止 蓝营大佬开始不耐烦 国民党大声几乎以黄珊珊为主的主战派 要毁约就直接喊出来 其实我难过 我们大家不是在合作吗 要把我讲成罪人很简单 让赖清德当选才是真正的罪人 谁是蓝白和卡关的罪魁祸首 黄珊珊和侯伴 你指我我指你 黄子哲每天上call in节目就说 民众党要负最大的责任 你如果认为民众党的人这么坏 柯文哲这么没有诚信 你们为什么每天还要来找他合作呢 你说国民党如果下面的同仁 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盟友 这我是没有办法接受 黄先生总共是让我受宠若惊 直接点名我 天啊 大家去回忆这中间蓝白和的过程中 我们多么自我克制啊 反而是对方不断的恶言相向 在野整合进度筹逐不前 离开谈判桌的最坏打算 已经累积大量的相骂本 请选中报道